在我身边的又是这个 Proton S50 这一次呢 Proton 在这个 Serban 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试驾活动 让我们率先去体验这个 Proton S50 的动力还有操控表现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在这边进行非常多的项目 包括直线加速然后 Slalom 等等 如果你对这个 Proton S50 的操控表现是有所期待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就千万不能错过啦 请问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转发的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 OK 我们现在已经试完了这个 X50 的 Slalom Test 其实在这个 Slalom Test 主要就是测试车辆的底盘悬吊的配合表现 在这个测试中我发现这个 X50 的悬吊其实还是比较偏柔软的 也就是它是舒适家用性的悬吊 然后底盘的刚性其实是普普通通的 所以在进行 Slalom 也是绕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 车辆的这个侧倾Body Roll 会比较绵重一点点 接下来就是这个引擎的这个动力表现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真的是快 尤其是在你搜游在加速的那一瞬间啊 引擎提速真的是非常的快 OK 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将会去测试这个车辆的加速表现 看下去哦 这个直线加速的车款总共有三款 首先就是 1.8 的 Honda HR-V 最大马力是 142 PS 峰制扭力 172 Nm 匹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 接下来就是 Proton S50 它采用的是三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 177 PS 峰制扭力 255 Nm 匹配的是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后一辆就是 BMW S1 S-Drive 18i 同样的是 1.5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 140 PS 峰制扭力表现 220 Nm 同样的是七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你们先猜猜看哪一辆车会最快 答案会让你们有惊讶哦 OK 大家从上面的视频可以看到啦 其实试驾环节啊 我每一辆车都会试驾一轮 在这三轮的测试中啊 S50 竟然两次最后一名 最后一次的测试呢 是因为我开的关系 所以它是第一名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说它在表面数据上面啊 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实际上驾起来呢 它未必会赢过这个 S1 或者是 HR-V 太多 甚至说它有可能会输给这个 BMW 的 S1 而在多次的测试中呢 它跟这个 Honda HR-V 的加速表现其实也相距不远 这个是让我最惊讶的地方 所以 还是不得不说啦 这个 Honda HR-V 的这个引擎调教啊 还真的是蛮强一下的 不过这个 S50 主要还是家庭用的设定 所以呢 它输给这个 S1 或者是跟这个 HR-V 拉不开差距 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啦 这个应该是官方第一次让这个 Proton S50 的引擎和大家见面 这个引擎总共有两种输出的版本 一个是 150 PS 226 Nm 另外一个是 177 PS 2255 Nm 它们的差异只是在缸内支喷盒 没有缸内支喷而已 其实两具引擎都是同样的采用这个 WOWA 还有 GELE 一起合作开发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同样匹配的变速箱是七速的四四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个也是和这个 Proton 的 S70 CKD 是一样的 当然原厂也表示这个高功率 177 PS 的版本呢 0-100 的加速表现是 7.9 秒 现在是这个中厂休息的时间 我们找来了一台 S50 来做一个测试 很多人说三缸的引擎会抖嘛 OK 现在我们就找来一个水瓶 放在上面 然后我去启动引擎看它会不会抖 所以很明显这个三缸引擎在启动的时候啊 引擎的抖动还是会有的 但是可能在室内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进去它的内装看下 内装会不会感觉到抖 OK 接下来我们来到室内的 同样的 我把这个水瓶放在这里 然后启动引擎看下它会不会抖 喂 其实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室内的防抖真的是做得比较出色哦 基本上在引擎启动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又是慢慢平稳的 在引擎的这个室内呢 你抓方向盘啊 还是这个内装啊 基本上都感觉不到抖动 OK 接下来我关掉引擎 我把水瓶放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来试试看它会不会抖 看好了啦 可以再启动 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也是不会抖 虽然说你打开引擎盖 你可以看到它的抖动是比较明显 但是呢 这个Proton 经过了这个特别设计的 这个 Engine Mounting 啊 还有一些吸震的材质 让这个室内感觉跟四缸引擎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这个疑问可能就是 日后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这个引擎的固定脚损坏之后 维修成本会不会比较高呢 这个就要等原厂公布啦 其实今天这个试驾啊 我们体验不到太多东西 主要是体验这个车辆的全吊 操控 动力表现等等 总结来说我觉得S50 还是比较适合家庭使用的 虽然讲它的外观啊 很运动化 还有这个四出的排气管啊 让它运动肺温真的营造着很强 可是实际上它的骨质里面 还是一辆比较舒服的XUV 它的悬吊真的是很不错舒服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是要激烈抄价的话 这个悬吊可能会负荷不到 因为叫做Slalom Test的时候 它的侧情还是蛮明显的 然后它的驾速表现其实也不错啦 但是 可能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的关系 还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加速表现 和这个HRV 还有S1拉不开差距 以上就是我们简单的试驾分享啦 如果未来有机会 我们会做更详细的试驾分享 如果你对这款车是很有兴趣的 很想买这款车的话 那么就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后续带来的这个试驾分享 OK 我是Ivan 喜欢这次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因为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继续做影片的动力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